嗨 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 最近好多粉丝在问我 2023年的税费 水电费 到底要怎么缴比较好 来看这里的公稿 举止支付说 2023年的3月1号起 不能用信用卡缴费了 这是他在2022年11月15号所发布的贴文 限制使用举止支付的账户 或是银行账户来缴费咯 所以信用卡不能够使用了 那该怎么办啊 有没有什么替代的缴税费方案呢 当然是有的哦 推荐大家使用全银加配 因为全银加配在超商可以缴税 也可以消费 也可以缴费 非常的好用 那什么是全银加配啊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是由全家便利商店跟玉山银行 还有拍付国际共同成立的电制机构 你可以在全家便利商店 屈城市 神脑国际 Laya汉堡 Wemo 大都会智生活 黑松贩卖机 顶王麻辣锅 五老锅 严选 青盐 风烧肉 仁爱 眼镜 嘟嘟房跟摩曼顿 上牌加以上的通路都可以使用 使用全银加配可以累积的是全家的点数 全银加配可以在全家做的代收代付 有哪些呢 我帮大家查好了 这个在官网里面有写到 公共代收的部分有哪些 像兼礼费 交通罚环汽机车的燃料费 强制险罚环 水费电费瓦斯费 国民年金 劳工保费 劳工退休金 健保费 国税 像众所税 还有地方税 排照税 房屋税 地价税 都可以缴纳 所以非常的厉害 国税跟地方税的单笔缴费上限 还是一样是三万元 所以超过的部分 也不能够在超商做代收 那目前可以绑定的信用卡 有哪些银行 有台新 中信 国泰 玉山 富邦 联邦 永丰 新光 汇丰 连线跟元大 目前确定有回馈的有 玉山银行 台新银行 跟汇丰银行 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做解释 全银加配 如果要在全家缴税费 到底要怎么做 第一个 请你要先开户 如果你没有开户的话 你就不能使用了 怎么开户 很简单 请你拿出你的手机 扫我们右边的这个QR Code 或者是点我们影片下方的连结 来进行开户 开户的流程呢 第一个就是你填上你的手机号码 接下来呢 它会引导你到全家便利商店的APP 全家便利商店的APP呢 你可以点选右手边这一个支付升级 你就可以来进行注册了 选择注册全银加配 接下来呢 同意它的使用条款 并且输入手机号码 下一步 阅读同意条款之后呢 手机验证码已经传到你的手机了 你把它输入上去之后 接下来要设定呢 是你的全银加配的新密码 或者你开启FaceID 也很简单 别忘了要验证你的身份 所以你要上传你的身份证 再来呢 把你的个人资料填妥之后呢 选择你要连结的账户 或者是信用卡 这时候呢 只要先绑定一个就好了 我在这边呢 是先绑定台形银行 完成了金融验证 就可以开始使用咯 你可能会很好奇说 我绑定的是银行账户 但是我要用信用卡 我怎么绑定信用卡 如何在全银加配加信用卡 这边有简单的程序 第一个 一样你回到全家便利商店的APP 选择左边的全银加配 接下来呢 你跳转到画面的第二页 它会有一个支付工具 选下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信用卡 并且新增你相关的卡片资讯 就可以进行支付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应该要使用哪些卡片 才有回馈啊 第一张是 玉山数位一卡 宠生活版本 你把它绑定在全银加配里面呢 在超商所做的消费跟缴费 都有回馈 这个活动呢 本来是2022年的 5月17号到9月30号 它已经顺延到12月31号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明年应该也会有 所以这张卡片呢 非常的好用 使用方式很简单 带着你的税单 到全家便利商店 把单据交给店员 说要使用全银加配结账 只要出示 全家便利商店APP里面的 全银加配的扫码页面 确定要绑定数位一卡 就可以扫码结账了 它的回馈每个月 可以给你100元 所以回推就是 每个月刷2000块 可以拿到5%的回馈 那这个100元的刷卡金 会在下一个月 折抵你的帐上消费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扫码申请 只要使用账单一化 就可以享有免年费的优惠 这边呢是我的个人的Data Point 这是在今年的5月20号 刷了一笔2000块的众所税 在6月27号 就已经入账100元的回馈金 下一张推荐的是 台信银行的Agogo卡 绑定在全银加配里面 一样也有5%的回馈 操作方式很简单 持税单到全家便利商店 把单据交给店员 并且说要用全银加配来结账 只要出示全家便利商店APP里面的 全银加配扫码页面 别忘了要绑定Agogo卡 出示扫码 结账即可完成任务 这张卡片呢 它有一个特别的需求 就是要有千元的低销 包含你的缴费金额 所以我建议你 最好当月的缴费或是消费金额 要超过5000元 再来使用这张卡片比较划算 如果没有的话 只有0.2%的回馈 这张卡片呢 每个月刷6250元 可以拿到4.8%的现金回馈 所以算起来就是300元的刷卡回馈金 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只要申办电子账单 就可以终身免年费了 有兴趣的话呢 这边也可以扫QR Code 先开户再办卡 这边呢 是我个人的消费Data Point 我在5月24号 刷了6250元的众所税 我在当期的账单 这边就看到了 精选消费6250 加码4.8%回馈 上限300元 所以这边呢 就是确实有拿到的 第三张推荐的卡片 是HSBC的信用卡 那这个经过个人实测 的确也是有回馈的 推荐你用哪一张卡片呢 比如说这一张 现金回馈预期卡 绑定在全盈价配里面 你可以拿到 新户最高3.22% 无上限 怎么做呢 这个活动时间 在10月1号到12月31号 明年的权益要看明年 新卡有想额外1% 如果你是忠实客户 想额外2% 这个额外2% 他怎么拿到呢 就是你要开HSBC的户头 并且放30万 那使用行动 或是电子账单 就可以拿到 额外的2%加码 总回馈上限为1万元 不用担心年费的问题 只要使用电子 或行动账单 就终身免年费了 有兴趣的 可以扫码办卡 这是我个人的 账单Data Point 我使用的是 汇丰旅人卡 所以我的回馈呢 就是 这边看到的是 旅人的积分点数 所以就不是刷卡回馈金了 但是呢 的确是有的哦 如果你现在想开户 跟团有什么好康呢 我们这一次呢 特别跟全盈加配合作 所以我争取到的好康就是 你只要从我的连结开户 你就可以拿到100元的出值金 这100元出值金呢 你也可以事后把它领回去银行账户 所以它就是现金 本团限量500名 请你一定要赶快开户 才能够拿到这个回馈 除此之外呢 本人也有做加码 如果你是一班成员 我们送你150积分 你可以去兑换 150元的猫猫红利金 或者是小七或全家的商品券 如果你是一班成员 我加码250积分 所以你可以换250元的猫猫红利金 或者是超商的使用券 最后是基础班 加码最高400积分 total加起来呢 最高就是500元的回馈 非常建议大家努力跟团上车 这样子本团的势力越大 好康就越多 这是我们的跟团连结 有兴趣的话呢 只要扫QR Code就可以上车咯 最后有一个活动很有趣 叫做全团充第一 3万奖金全团分 官方的MGM活动 只要本团最多人上车 我们来到全台湾第一多 那么我可以拿到3万元的猫红金 我们就评分给本团所有成员 你只要是5月就有跟团上车 到12月 每个人都有资格来分一杯羹 所以这个3万元呢 我希望可以留在本团 让本团的小财神们 好康通通由你们带走 结论 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 就会为你开另外一扇窗 虽然举止支付呢 在2023年的3月1号起 不能够再用信用卡缴费 不过呢 你还是可以透过全银加配 还有三大银行 玉山 台新跟汇丰 来持续的赚银行的点数好康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如果你身边也有亲友喜欢在全家做消费或是缴费的 非常建议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全银加配的省钱赚点好康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